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加點擠拿棒的電影調查所 我們又要來回顧 8月份的電影票房表現 跟網路評價的表現喔 嗨 我是你們主持人XXY 我們現場還有超立芳 嗨 你在幹嘛 還有寶妮 欸欸欸 兩位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2018年7月24日到2018年8月28日的 8月份台北票房前10名的電影 冠軍由不可能任務全面瓦解所奪下 在台北累積的票房為 1億3096萬新台幣 也是目前台灣2018年全年度 總票房成績的第三名位置 緊追在復仇者聯盟 諸如此世界殞落國度之後 第二名則由8月8日復興節上映的 與神同行最終審判所奪下 目前台北累積的票房為 1億2582萬新台幣 也是目前台灣2018年全年度的 電影票房第四名的位置 緊追在不可能任務全面瓦解之後 第三名則由8月10日上映的 巨子殺所奪下 在台北累積的票房為 3293萬新台幣 第四名則是8月1日上映的 Mamma Mia回來了 在台北累積的票房為 1067萬新台幣 第五名則是迪士尼真人話電影 自有為你 在台北累積的票房為 825萬新台幣 第六名是台灣出品的國片 鬥魚 從8月17日到目前為止 累積的台北票房為 612萬新台幣 是本月份表現最佳的國片 第七名則是 8月24日上映的電影 瘋狂亞洲富豪 在短短的一週內 累積的台北票房為 553萬新台幣 而第八名大師兄 也是8月24日上映的電影 累積的台北票房為 402萬新台幣 兩部電影在短短的一週內 有如此亮眼的票房成績 可說是8月份的兩部票房黑馬 第九名則是 8月17日上映的 老娘也要當間諜 累積的台北票房為 375萬新台幣 第十名則是 日本導演戲田手的最新動畫作品 未來的未來 累積的台北票房為 370萬新台幣 以上就是 2018年8月份的台北票房前10名的電影 不知道各位糖粉們 在8月份有看了哪些電影呢? 你認為哪部電影給你的印象最為深刻呢? 或是你最喜歡哪一部電影呢? 或是你認為哪一部電影表現差強人意呢? 都歡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與我們討論喔 這段期間呢 相信大家應該就是知道說 自從我們上一次錄影 剛好就是在 不可能任務全面瓦解的上映的時間嘛 你看果然嘛 就是羈押群雄 他把所有的電影都比過去了 在這個8月份的票房表現裡面呢 累積的票房已經來到了1.3億啦 真的是表現非常非常的好的一部電影 台北就已經1.3億了 他在INDB上面有8.2分 浪漫且的評分上面呢 影評人分數是97%耶 你看這個分數喔 在一開始可能100分嘛 對不對 開始掉了 然後他掉到還有97的分數 也是非常的厲害 Mana Critics呢 影片人分數是86分 一般觀眾是8.4 然後在慕名影評上面呢 短評數呢38篇 然後長評數是13篇 也是本月份討論度最高的電影 這部電影的評價跟票房 真的是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我覺得他是 除了瘋狂麥斯以外 最偉大的現在 現代動作片 偉大 有到偉大這兩次 立方有說他是大師製作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很厲害 就是他幾乎沒有用到綠幕 甚至可以說是 是完全沒有嗎 反正就是可以看得很明顯 有綠幕跟沒綠幕 真的看得出來 都可以看得出阿當哥的敬業 但是更讓我崇拜就是導演他的調度功力 就包括他一開始 根本不知道他動作戲要怎麼拍 他跟劇組講說 你把場地找出來 我再來變動作戲 甚至到最後面就是他們在拆炸彈的時候 他們甚至還沒有把劇本完全寫完 還不太知道要怎麼辦 我覺得這部電影就是看完之後 我沒有像立方有這麼深的感觸 但是看完之後就覺得蠻好看的 就同時也是 我也認為這是今年 應該算是稱得上 整個就是好萊塢最成功 然後也最好看 就是真的最實至名歸的一個動作爽片 就是今年應該沒有其他 哪部電影到這個等級了吧 目前還沒有啦 現在現在八月嘛 對 一集玩家咧 我覺得 一集玩家咩 我覺得沒有 也不到就對了 一集玩家就是沒有到這麼厲害 這不就是各方面都無懈可擊 就是一個模範生這樣子 可能大家提到2018年 可能就會拿這部出來講這樣子 那在第二名的電影呢 與神同心最終審判在8月8號上映了 也是造成台灣的一股轟動啦 他現在目前的台北票房成績是1.2億 1.2億其實 快要追過了 對 就是差一點要追過不可能任務了 大家這麼愛與神同心 而且我覺得他蠻厲害 就是說 通常我們這個累積票房的數字 那其實在第一個禮拜是非常關鍵這樣 但是呢 與神同心就很有趣 就是第一個禮拜的週末三天就 三千多萬 然後第二個禮拜就兩千多萬 第三個禮拜就是一千多萬 但是都一直在第一名 周末都沒有 沒有競爭吧 沒有其他的片刻 今年真的很不然 所以這個8月份也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 就是好像 不可能任務跟 呃 余生同心之後就慢慢的 這個 看電影的人潮就消退了很多 這樣 他這樣慢慢的還是累積到1.2億 對 所以就也是很厲害 兩部電影就是 呃 算是8月份非常指標性的作品 這樣子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余生同心 他在網路上的評價哦 RNDB的話是6.8分 呃 怎麼這樣子 算 呃 就及格啦 低的低的 不過我覺得一方面他也是因為是亞洲片啦 所以 呃 國外接觸的機會也不多這樣 再來就是爛番茄也有分數啊 那 影評人的分數是57分 哦 及格邊緣 然後呢 再來一般觀眾的話呢 是84分 所以 好高哦 就是一般觀眾都很喜歡 可是影評人不見得喜愛啦 那在國內的慕名影評上面呢 短評數是35篇 然後長篇數是11篇 然後緊追在不可能任務之後啦 所以也是討論度非常非常高 然後很多人都去看了一部電影 然後我相信 一般大家都是因為第一集的成功 然後會想說 哎 第二集到底是拍的什麼樣子 所以 又再去補這樣子 哦 妮妮覺得 我要給的話我應該會給 2 啊 真的 真的假的 5顆星滿分的話你會給2而已 對 2 就我覺得這部電影 可能 我覺得他有點太偶像劇了 很矯情 其實我之前就是在直播中也有講過 他在後面有一點點很像家和萬事星 我家庭倫理劇 就有點太好預測了 對 後面後面好像疑似要就是營造出一個 就是很澎湃的大逆轉 但是我就覺得 啊 前面都猜到了 就沒有給我感覺那麼深 但是我覺得他的故事取材是很通俗 很大眾 可能比如說你要帶自己的媽媽 阿嬤 或是 帶媽媽看我爸 之類的 就是 他們就打這種比較大眾一點的族群 去看這部電影 會比較多人 這樣 所以他這一次的票房表現啊 然後很多人都討論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個也是無可厚非啊 因為就是很多人去看嘛 第三名的電影呢 巨齒沙 哦 他的票房表現就沒有到億啦 但是還是有 3293萬新台幣的票房數字啊 而且他的這個上映的時間呢 剛好就是在 余生同行那一週的禮拜五 後來的 台北週末票房的表現排行啊 就是巨齒沙 跟不可能任務在 爭奪二三名的位置 直到這個後面 有幾個新鮮影上來之後呢 變成跟不可能任務在爭奪 四五名的位置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巨齒沙的網路評價哦 他的IMDB上面是6.1分 那爛番茄上面呢 影評人分數是46分 就是不新鮮啦 然後一般觀眾也是不新鮮啦 五十四分 然後MetaQuest上面呢 影評人分數是46分 一般觀眾是5.6分 其實就是 介於好壞參半的這個狀態就對了 那在慕名影評上面呢 短評數是13篇 長評數是9篇 所以其實 討論度也是蠻高的 這一部就是還可以啊 其實還是有一些 算是拍的有 營造出緊張感和選擬感 像是傑森史塔森POV的那一幕 真的可以感受到 在大海汪洋的情況下 隨時鯊魚有可能出來的感覺 類似像這種東西 就讓我在看這部電影過程中 還算是覺得有被娛樂到 還是有娛樂感啊 這部電影唯一的心得就是 沒有想像中難看 嗯 它有一些懸疑感的部分 我覺得營造的還不錯 就跟立方的想法一樣 那如果2018年回顧的話 這部片你們會出現在你的List上面嗎 不會 完全不會 不會 我甚至會忘記我看過這部電影 真的假的 我覺得我也會 你們會忘記 真的假的 除非我回去查那個 喔2018有哪些電影 喔劇指上看過 好沒事就繼續 第四名呢 就是Mamma Mia回來了 這部片呢 在8月1號上映了 那累計的票房來到了 1067萬新台幣 我個人認為就是因為他畢竟是續集啦 然後也是音樂劇 所以吃的觀眾族群比較不會 相對來講比較不會那麼大眾 因為他的口碑啊 或是他的票房表現 其實都一直以來都還不錯 然後他的聽數也是很多 所以曝光度也是很高 然後也是吸引了很多觀眾去看這部這樣子 我很喜歡這部電影 就是我覺得他就是一個女生的美夢成真 但是他真的沒有什麼深度 就是描述一個年少輕狂 然後就是青春 然後就是狂歡的那種 情節 然後柯林弗斯真的超可愛的 我好喜歡柯林弗斯 這部就是個養眼療癒 然後音樂又好聽這樣子 很適合夏天的一部 就是娛樂片講 我覺得以音樂喜劇來說 他的表現已經算是很不錯了啦 第五名呢 是自有為你啦 這個迪士尼真人話的電影 在這個8月份累計的票房是 825萬新台幣 所以你看 他的這個一二名是一個集聚 三四名是一個集聚 第五名又掉了一個位數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8月份的這個票房的整體表現來看 這樣兩集啊 好的就表現非常好 壞的就是很差這樣 大部分受到矚目的電影 都集中在前兩個禮拜這樣子 然後後續呢 就是比較多這種 比如說小品電影 然後題材特殊的電影 比較有爭議性的那種話題 比如說像殺戮元年這種 會去探討一些比較 比較偏一點的那種主題就對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瘋狂亞洲富豪衝到了第七名 我其實有點意外 他超越大師兄耶 不過瘋狂亞洲富豪 因為是24號才上映嘛 然後就有這樣的成績 其實我們在錄影的今天 然後直播的時候 有討論到很多片中 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那相信這個在國外的評價 也是非常好啊 你們覺得這一步 他之後的票房還會持續嗎 一定會 他就是那種口 靠口碑衝上來 像美國就是第一週 和第二週就是那個 票房的那個數字 是幾乎沒有跌的 非常厲害 我覺得台灣應該是會 更 可以再更高啦 我覺得 這應該是 有點困難 是嗎 因為台灣人不太愛看 浪漫愛情片 這可能就是台灣人的一種 偏見吧 就很多人都是覺得 看外國片 就是要看那種 很值得進電影院看 有大場面那種 有報價有特效 這就是所謂就是 值不值得進電影院看 這樣的問題啦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就是說 我進電影院就是要享受 生光效果嘛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觀察就是 戲院裡面的那些族群 大概是什麼樣的人 像我那一聽裡面的 大部分都是家庭成員 四個三個這樣帶進去看的 他也是算是一個 蠻大眾普遍的 就是適合合家觀賞的一部電影啦 所以吸到的這個族群 又會更 廣一點這樣子 我是覺得這部就是 沒有破個千萬 蠻不合理的啦 所以 我覺得至少要破個千萬啦 適不適合家庭 我是不知道啊 就是 我覺得應該沒有很適合情侶 就是可能會讓女生意識到 婆媳問題這件事 真的假的 寶妮總顧 我覺得整體來講 八月份好像 缺少驚喜耶 你們有這樣子覺得嗎 就整個暑假 除了不可能的任務以外 都沒有特別驚豔 八月份很提不起進耶 我這個月就是 進電影院的次數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少耶 就算進去看了 然後看完之後就是 喜歡的也幾乎沒有這樣 今年的夏天真的超多 今年夏天搞什麼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啦 反而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 不同題材的電影在 暑假檔期的時候上 而且就是也不會像 過去就是 所謂的暑假檔期 這麼的集中 這麼多大片 然後在那邊 廝殺的狀態 我們從年初開始就一直有 很多 大片 開始錄出去的上映 對 每個月其實都有一個 指標性的娛樂大片在上 快要沒有 這種所謂的暑假檔期 這樣子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一個樂見的事情 因為暑假的時候 有很多觀眾族群 常可能比較沒有時間看電影的人 會集中在這個時間點看 那他如果接觸的題材越多元 他接觸到的各種類型更多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對觀影來講 是一件好事 你們9月有比較期待哪些電影嗎 略奪者 鬼修女 後半年也是有很多啦 就是值得我們期待的電影 就準備要上映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8月份 電影調查所的回顧啦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看法 你們對8月份的電影 有哪些值得討論 或是你們覺得 我們怎麼都沒有講到的電影 都歡迎留言分享 讓我們一起 來聊聊電影喔 那我是主持人XXY 我們就謝謝 立方跟寶妮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也別忘了按讚分享 那如果你想要贊助我們的話 也打開文字說明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贊助方案 可以讓你們參考喔 那我們就下個月 9月份的電影調查所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